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君子兰 当我们养殖君子兰的过程中 发现它的中心叶片长出来 越来越小而且有点泛黄 比之前的这些叶片还要小 那很明显的就是切法淡肥 那么它切法淡肥 我们就给它补充就可以了 但是呢,在给它补充的前提下 我们要薄肥禽兮 这样它的根性才不会引起烧根 那么我们给它使用淡肥的话 最好就使用一些有机肥 因为肥力比较温和 如果你给它使用一些无机肥 把握不好浓度 很容易引起肥害 所以呢,给它使用的有机肥 就是自作的肥水 或者是给它使用一些炒熟的黄豆 或者是花生 这些都是君子兰最喜欢的一些养分 因为炒熟的黄豆呢 它含的蛋元素比较多 我们给它使用的话 就是鱼浅埋的方式 三公分左右给它浅埋就可以了 像这个植株的话 大概用二、三十粒的黄豆就可以了 不可以给它使用的太多 避免出现肥害 如果蛋肥过多 它就会产生涂涨 如果没有炒熟的黄豆 可以用这种发酵符所好的积分来代替 因为这种积分呢 它主要的也是含蛋元素高 使用这种积分也非常简单 它也是颗粒状的大概二、三十粒就可以了 也是以剪埋的方式 这样比较安全 如果直接把它撒到盆土表面 是很容易引起一些虫轮 大霉或者是容易引起一些小虫 使用鸡粪比使用黄豆还要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富含有鱿菌群 非常充足 而且它是经过完全发酵 腐朔好 肥力高 透气 疏松 可以改良土壤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君子兰出现缺乏蛋肥的时候 我们就要急需的给它补充 不然的话 它生长缓慢 越长越瘦弱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